好友会会怀孕十周了,昨天打电话说健康手册上说,让在十一周后检查NT,NT是查啥的呀? 很多孕妈都知道,在孕期需要做B潮,腾是查查等查前检查,但是对NT检查比较陌生,有些准妈妈甚至从来没有做过NT检查,那么,NT检查到底是啥呢? 今天,我们来谈谈关于NT检查,日妈必须知道的五个问题 一,NT检查是啥?NT是Nucle Translucency的缩线,即颈向透明层,是指胎而颈椎水平,是状切捏,皮肤,致皮下软组织之间的最大厚度 NT检查又撑紧后透明的扫描,是通过B超手段测量胎而颈向布皮下,无回生透明层最后的部位 用于评估胎而是否有可能患有它是综合征的一种方法 二,NT检查的最佳时间 运妈做NT的最佳时间是运11到13周加 六,过早的话台宝太小,目前技术达不到,测量不出来 过晚的话透明层的液体会被淋巴细胞吸收,从而导致结果不准 所以NT检查时间要把握好,过早过晚都没有意义 三,NT检查的注意事项,NT检查不需要抽血,也不需要添尿,但是需要胎宝的配合 如果胎宝的位置不好,做起来会有难度 所以,当胎宝位置不好看不到的时候,医生常常会让孕妈出去走一走,然后再做检查 通常情况下,整个检查需要20到30分钟,取决于胎宝的配合程度 四,NT检查和唐筛的区别 NT检查和唐筛一样,都是为了判断胎儿的染色体是否异常 是否有坏唐室综合征的可能性,而且都非常方便,经济,安全 但是,NT检查只是唐筛检测的重要依据 所以,NT检后的胎宝不一定唐筛标为,唐筛可以检查出神经管缺陷,十八体综合征,以及单体综合征 所以,一般建议孕妈妈NT检查和唐室筛查一起做,准确率更高 五,所有的孕妈都需要做NT检查吗?很多孕妈妈从怀孕到宝宝出生,都没有做过NT检查 那是因为NT检查并不像唐室筛查室必查项目 一般来说,医生会建议下边几种情况的孕妈妈做NT检查 一,35岁以上的高龄孕妈,二分面过唐室或有分面唐室儿家祖室的孕妈 如果孕妈经济允许,可以先做NT检查,再做唐室筛查,提高检测的准确率 如果NT检查结果显示,胎儿患唐室中和征的可能性比较高 孕妈也不用过于焦虑,因为这只是评估手段的一种,风险高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唐室 孕妈需要进一步做无创DNA,或者养水穿刺来确诊 关于NT检查,您了解了吗? 为了胎儿保得健康和自己的家庭,孕妈们一定注意做好每一次产检 祝愿孕妈们一次性通过所有检查,加油!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